张万森 下雪了 那年冬天你有没有被这句话罢评了 依据张万森下雪了又触动了多少人的DNA呢 今天就让我们再次来看一下当年风神的电视剧吧 故事一开始就是一个男孩突然从灯塔上面掉落了下去 他的名字叫张万森是我们的男主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的死开始的 而这个中二女青年叫林斗星是我们的女人 这天他又如愿以偿地迟到了 今天他要和他男朋友出去约会 却没想到得知了一个让他惊讶的消息 我们分手吧 这突如其来的分手让他有点挫步计方 这个可是他从高中一直追到现在 还好不容易追到的男神啊 结果现在一句话就把自己给甩了 这也太难了 可是就在他对着大海诉说自己的伤心事的时候 一个声音打断了他 愿者上钩 林北星转头看去原来是一个钓鱼的大叔在那赶太生 林北星还在想这人有病吗 既然打断自己 却没想到他突然出现在了林北星对面 不属于你的 再怎么努力也像流伤钻石钻不住的 林北星被他这么一说顿时愣住 自己那么努力才追上的男神 竟然不属于自己 难道自己就应该被这个世界抛弃吗 全世界在你的身后 林北星下意识地往后看去 发现除了辽阔无边的大海 什么都没有 可当他回头时却发现刚刚与自己聊天的大叔已经没有踪影 等林北星回家后 他找出了之前高中写日记的手机 他和斩宇之前约好的一起在学校拍婚杀照 所以这一次他还想的是最后一次 只要斩宇过来 他就和他结婚 然而他在学校里等了很久很久 斩宇都没有过来 就在他无聊地翻着之前的消息时 突然手机自动地删除了一个短信 紧接着天空突然阴沉了起来 一瞬间还吓起了消息 然而就在他起身想要找地方躲雨时 一个身影忽然出现在他身后 宇还拥有一部神奇的手机 每删除一条短信便会穿越时空 这天他在无意之中启动了这个技能 穿越回了学生时代 刚好遇见了之前抛弃他的那个男友 他见到斩宇如约而来 以为他还爱着自己 你学不懂我的 学什么东西 这时林北星却愣住了 之前不是说好了一起来学校拍婚杀照吗 怎么他来了之后还这样对待自己 他难道真的不爱自己了吗 等他坐车回去的时候 他越想越起不过 便决定要删除所有关于斩宇的消息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他再一次地传越了 而他的身后坐着那个之前下雨 帮他撑伞的男生 是你啊 刚进你帮我撑伞了 而张万森却是一脸猛地看着他 见他到站了 要下车便把自己的伞给了他 而林北星下车后 不知什么原因 鬼使神差地想起了那个钓鱼大叔说的 全世界在你的身后 在你的过去 他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却发现空无一人 他不知道的是 在他前脚刚走 那个接他雨伞的男孩 也跟着下车 这个叫张万森的男孩 一直在默默地保护着他 然而在林北星 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家的时候 他却没有注意到家里的装修 和自己现在住的装修不一样 随着手机的不断闪动 他又一次地回到了现实 就在他熟睡的时候 却被朋友的电话吵醒了 同学就会 啊 没看见吗 然后他看了看之前毕业时拍的照片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发现了那个给他雨伞的男孩 原来自己之前和他是同一届的呀 为什么之前一点印象都没有 突然他似乎察觉到了哪里不对 他连忙起床去看一下张万森 给自己的雨伞 我之前下午回来 拿着那把黑色的雨伞呢 伞 什么伞 大井天哪来伞 可是他明明记得今天下大雨的呀 也是因为下雨那的男生 才把伞借给自己 可是为什么伞不见了呢 如果那的男生真的是张万森 他不是应该和我一样毕业了吗 为什么还穿着校服呢 我们的女主就拥有着这样一部手机 每删除一条短信就可以回到过去 而这一次他回到了高中时代 他见到自己真的穿越了之后 忍不住的兴奋起来 因为在穿越之前 他就提前把那年高考的题目 在网上搜索了一遍 他为了防止自己忘记 竟然一夜都没有睡觉 全身心投入的抄答案 一直到他抄完最后一题 他终于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心中一阵暗爽之后 他连忙找了个小本本 把之前记者的答案 全部写了出来 这一次他决定要重新活一次 这一下他相信 没有人能挡住他成功的步伐 就连他看到之前 一直是年级第一的张万森时 也非常的紫 于是高考的那天 他绝对是整个学校 最高兴的一个人 就在所有人 都在无比紧张的气氛之中时 他那叫一个嘚瑟 那叫一个校长 然后在其他人 刚开始坐的时候 他已经交倦了 于是他便在 所有人一护的目光中 非常嘚瑟地走出了教室 这一天外面依旧下着小雨 整个天空显得格外阴沉 他如往常一样 坐着公交车准备回家 却没想到 司机师傅的一个急刹车 让他朝着旁边到了过去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男生 就是之前借自己雨伞的张万森 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个男生 似乎每次下雨天 都能遇见他 然而张万森 却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 然后急急忙忙地下车了 然而 等林北新高兴地回到家里 玩着手机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 有同学在说 灯塔那边出事情 然后他便不知为何地 又回到了现实生活当中 在他经历过几次穿越 都被送回来后 他决定再是一次 他想要弄清楚 为什么会被送回来 然后随着他按下了删除键 整个人再一次地 穿越到了高中时代 他正屁颠屁颠地 跟在男生后面追求着他 而这一次穿越回来 他决定不再追求 这个自大的家伙 于是 他非常帅气地 把东西丢掉 一脸不爽地看着展宇 然而 帅不过三秒 就突然被一个水球打中了 对不起 就在他想要骂人的时候 张万森 却突然帮他挡住了水球 张万森 还没来得及道歉 林北新 就气冲冲地走了 第二天 又到了全国高考的时间 林北新 还是如往常一样的考试 考完后 他还是坐上了 那辆熟悉的公交车 就在他担心 会不会像之前那样 穿越回去的时候 张万森再次地 坐到了他身后 这一次 张万森主动地叫了他 对于昨天的事情 向他道歉 然后林北新 为了能够平复自己的心情 竟然用了张万森的耳机 这也是他第一次 挨着这个女孩这么近 而一回到家的林北新 整个人的神经 再次紧蒙起来 他想起上次回去之前 时间是六点半 时间一到 自己就穿越回去了 所以这次只要六点半的时候 自己没有穿越回去 就算成功了 随着时间的不断逼近 林北新猛地睁开了眼睛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 然后又看了看墙上的时间 过了三分钟了 然后就在他庆幸 自己留下来了 玩着手机的时候 突然一个消息 让他没有了笑容 这个女孩正在逛街 突然一个男孩拉住他 就疯狂地跑了起来 女孩被这突如其来的奔跑 给弄得手足无措 他连忙甩开了男孩的手 问道 刚刚干嘛 这如果就跑呀 还得我可乐都掉了 男孩下意识地 看了一下后面 然后吱吱呜呜地 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而林北新 见他吱吱呜呜地 便不想再理会他 直接走开了 男孩看着女孩走掉之后 终于松了一口气 原来刚刚有几个流氓 盯上了女孩 男孩担心他被欺负 才拉着他逃跑 在林北新连续几次 被强制送回去后 他似乎知道了其中的秘密 自己每次穿越回去 好像都和这个 叫张万森的男孩有关 然后他为了查清楚 张万森为什么要自杀 自己究竟和他有什么关联 他选择了再次穿越 就在他环顾四周的时候 他果然再次看到了 那个叫张万森的男孩 他急忙跑过去和他打招呼 这次他一定要查出事情真相 林北新却很奇怪 不管自己在哪里 似乎都能遇见他 为了能够查出真相 林北新对张万森表现得很热情 还和他一起逛灯会 而张万森却表现得很不好意思 他和林北新在一起后 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他脸上写满了羞涩与胆怯 终于他还是鼓起了勇气 和林北新说的 你想去做摩天轮吗 可是在二人登上摩天轮的时候 林北新却回想起了之前和展羽的时光 他从高中追求展羽到现在 但是展羽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他 如果有机会 可以让你的人生重新开始 你愿意接受吗 张万森没能理解他说的什么意思 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只是静静地看着天上的烟花 而林北新似乎察觉到了 他莫名的悲伤 便不再多说什么 只是陪他一起看着烟花 第二天快要高考的时候 林北新为了防止张万森 再次遭遇不测 还专门去和他一起合影 为的就是让他能够高兴一些 在二人分开的时候 他还不忘专程提醒到 高考结束以后 马上回家 张万森一脸疑惑地点了点头 他看着这个女孩走开后 开心的笑 这是他第一次这么开心 但是在高考的这天 天空依旧下起了小雨 林北新怀着沉重的心情 考完试后便直接回家了 回去后他便一直看着手机 他不希望再次出现 什么不好的消息 他看着时间已经过了六点半时 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可就在这时 手机再次响了起来 他再一次地被拉回了现实 他也终于知道了自己是因为张万森的死而回来的 可是就在他再次拿起手机想要穿越回去就张万森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再也穿越不了了 自从林北新穿越失败之后 他便到海边找到了那个钓鱼的大叔 可是大叔却什么都没给他说 只是说该来的总会来的 然而林北新在逛街的时候看到街上那一对对的情侣 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明明有机会重新来过 可是现在却什么都没有了 展宇抛弃了自己 公司也把自己辞退了 家人还在催自己结婚 想到这里他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委屈 大声地哭了出来 这个世界仿佛和自己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让自己有了希望又把他湮灭了 林北新回到家里无聊地翻着手机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中学时期的视频 突然他猛地一下坐了起来 似乎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他竟然在视频中看到了张万森被人殴打的画面 他不停地看着这个视频 想要弄清楚张万森当年是怎么死 可是就在他思考的时候 他的家人又跑到他房间里来催他进婚 他看着父母在自己面前吵得不可开交 这一次他真的受够了这种生活了 他再次地拿起了那个手机 希望可以让自己穿越回去 随着他按下了删除键 这一次他成功了 他再一次地穿越了回来 但是却穿越回了高三的开许 他还要在高三待过一年才能高考 这一次他打算主动出击 找出张万森的死因 只要张万森不死 他就可以重新生活 不用再回去了 于是他便把张万森带到了医务室单独审问他 你到底是谁 我 我叫张万森 一般的我成绩就像 这个我知道 张万森被他这一连番地询问下来 整个人都愣住了 张万森见他莫名其妙的样子 转身就想要离开 却没想到林北新竟然一把抓住了他 根本就不让他离开 还好张万森的同桌及时赶到就吓了他 不然还不知道林北新要干些什么呢 高考后就会死 还有一年时间 我就不信查不出你的死因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嚣张的学生了 他为了能够和心仪的男生同桌 是这样和老师说话的 咱俩年纪差不多 我叫你一身尬子 你叫我一身心情 我确实有事求你 就在老师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教导主任却看不下去了 胡闹 自从林北新成功穿越回来之后 他便想尽办法地去接近张万森 可是身为年纪第一的张万森 每次见到林北新的时候 都会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 林北新好心地想要保护张万森 可是这一幕在其他人的眼里 就像是在欺负他似的 于是林北新便决定 要转到张万森班上去 不然老是这样也不是办法 于是便有了我们开头的那一幕 可惜的是被教导主任给打断了 就在教导主任带着林北新 到自己办公室打算批评他时 却没想到张万森正在办公室等他 原来是张万森要代表学校出去演讲 过来拿材料 而林北新见到张万森 要演讲的题目的时候 瞬间就自信起来 不可以啊 他这话都给主任惊呆了 年纪倒数几名竟然这么嚣张 可是就在他想要说什么的时候 林北新却说 如果自己可以拿奖的话 希望主任可以让自己去一班 而且自己这么热情 学校总不会不给机会了 好 你要是拿不到金奖 老账新账一起算 第二天 林北新为了能够得到第一名 成功地转到张万森班上去 他便开始努力地想要贿赂张万森 让他给自己放放水 可却没想到张万森竟然这么不给自己面子 于是林北新便开始了他的收买张万森计划 你上学的时候会为了给一个人买冰淇淋 而买了全班的吗 林北新为了获得张万森的好感 竟然就这样做了 他怕自己只给他一个人买 他会不好意思 所以他就买了全班的雪糕 也就是这样 张万森和林北新的关系快速升温 可是在林北新以为已经拿下他的时候 却没想到张万森演讲的时候 还是没有给他任何机会 张万森成功地获得了金奖 而他成功地获得了纪念奖 都这样了 林北新还是非常厚脸皮地来到了教导处 他还是想让主任把他转到张万森班上去 拿了个纪念奖 你还好意思到我这跟我谈条件 这个事情不怪我 要怪就怪张万森 他竟然还把责任怪到了张万森头上 张万森有特异功能吗 他能看到十年以后的事吗 林北新听见主任这么说后 忽然想起了钓鱼大叔的话 如果自己提前把张万森的事情告诉他 他会不会就不会死 想到这里 林北新离开了主任办公室 他要找到张万森 并带他去一个地方 他要带张万森去灯塔 他想要在灯塔那边 给张万森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他认为只要这样 张万森以后就不会在这边自伤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 这是张万森第一次来灯塔这边 也是因为他张万森才知道 这边有这么一个灯塔 第二天 林北新为了唤起张万森的记忆 专门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假发 长了出来 他想看看自己戴着红头发 能不能让张万森想起什么来 张万森也是非常努力地回想了一下 却发现并没有任何的印象 林北新连续追问一番后 发现张万森似乎真的不认识 什么红头发的人 才放心地让他离开 可是在林北新打算和张万森 一起回家时 他突然发现旁边有一群小混混 见状他连忙让张万森先上车 说自己有点事情 等会才回去 可是他在送走张万森之后 便独自找上了那一群混混 你是谁 你是哪个需要的 让林北新没有想到的是 这群混混竟然是来找张万森 就在林北新还没弄清楚什么情况的时候 那群混混竟然还威胁他 那你去告诉张万森 他躲得过一次 躲不过第二次 明天还来 自从林北新发现 有小混混在找张万森的时候 他便每天都悄悄地跟踪他们 他想弄清楚这群混混 为什么要找张万森 如果张万森的死 真的和他们有关系的话 他必须要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可是就在林北新还在考虑 怎么对付那群混混的时候 一个人突然找上了他 这个女孩叫高哥 是张万森从小到大的好朋友 那群混混就是因为高哥 才去找张万森麻烦的 在来这之前 他已经和那个叫麦子的混混摊牌 他不会再来找张万森的麻烦 所以让林北新不用担心 等林北新认为一切都搞定了 蹦蹦跳跳去上课的时候 却遇到了之前自己追了很久 都没追到的男神 张万森见林北新还和展宇 有说有笑的 心情顿时无比低落 就连放学的时候 他都不等林北新 独自一个人走 林北新见他似乎有什么心事 便拉住他想问个明白 还是什么都没说的离开了 第二天做早操的时候 张万森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引起了高哥的注意 然后他在高哥的开导下 决定主动向林北新道歉 可是谁能想到 林北新昨天晚上回去之后 以为张万森不喜欢和自己学习 便专程把全校学习好的女生 都用照片打了出来 张万森见他竟然还给自己介绍对象 一瞬间想要道歉的心情全没了 可是林北新却还在旁边不停地 给他推荐一些其他女生 终于 张万森再也忍不下去了 他默默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然后离开了自习室 如果说暗恋有尽头的话 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张万森 这天张万森正在长椅上 等着林北新一起去上课 却突然被眼前的一对情侣给吸引住了 于是他也开始学着那个男生的着装 开始把裤腿给折了上来 他觉得似乎这样能够让女孩子更加喜欢自己 然后他看着自己整理好的裤脚 非常满意地笑了一下 张万森 就在他把早餐交给林北新的时候 听到了一句让他非常高兴的话 嗯不错啊 今天挺精神的嘛 张万森还没高兴到三秒钟 林北新便给了他一个惊喜 林北新竟然还在给他介绍女孩子 张万森那叫一个妾啊 当时就直接闪门了 等到了学校的时候 林北新专程找到了张万森 想要问他早上是怎么回事 而张万森却不知道怎么解释 于是就没有理会林北新 然而就在张万森调整好心态 准备和林北新解释的时候 竟然又来了两个女生和张万森套进屋 这一下张万森直接无语了 他默默地转过了头没有说话 晚上 在张万森整理林北新补课资料的时候 他突然想起了今天对待林北新的态度 他感觉今天自己似乎有点过分了 自己不应该不理他 于是他打算第二天好好的和林北新道歉 可是到了第二天 他却看见林北新和展宇在一起有说有笑了 看到这一幕的张万森真的有点慌了 于是他决定在放假的时候 把林北新约出来好好的和他解释一下 可就在他要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 展宇却突然出现 张万森面对这个不速之客非常不高兴 但他却不好直接赶别人走 于是这古怪的三人组合 便一起来到了图书馆学习 张万森看着展宇在林北新面前 指手画脚的非常不舒服 他那幽怨的小眼神都想把展宇直接吃了 而展宇见张万森 竟然这么不给自己面子便说了 张万森什么看不起我啊 有本事篮球场单挑选 张万森这次竟然真的跟着展宇出来了 他一个好学生竟然要和展宇里打篮球 哎我跟你说 所有的事都是有先来后到的 别一口一个星星你跟他很熟吗 你怎么确定是你先来的 不得不说张万森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直接心跳加速DNA疯狂被触动 他喜欢着林北新 从很久很久开始就喜欢林北新了 如果说起先来后到的话 我敢保证任何人都没有他先来 因为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张万森就认识林北新 他在初中的时候就想告诉林北新 他们很小就认识 可是林北新却没有认出他 也就是因为林北新忘记了儿时的张万森 才导致直到现在张万森都没有告诉他真相 只是默默地喜欢着他 晚上张万森正在小卖部买东西 却看到了正在买水的麦子 他长长地吐了口气 然后大步地朝着麦子走去 他知道麦子本性不坏 只是爱逞强罢了 其实我挺羡慕你的 同学老师喜欢你 那些漂亮女生更不用说 不放话语的也没什么烦恼 是不是 可是张万森却说 自己更加羡慕他 敢爱敢恨 不用担心什么 麦子见他这副模样 便调侃地问他 是不是喜欢那个老师说要保护你的女孩 可张万森却不知道怎么回答麦子这句话 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可麦子见他一个大男人扭扭捏捏的 便直接拉着他去找林北新 张万森见有人给自己壮胆 喝了瓶啤酒就跟了上去 正在学习的林北新 突然听见有人在用石子砸自家玻璃 在他想要骂人的时候 才发现是张万森 见到是张万森后 林北新便急急忙忙地跑了下来 而张万森见到他后 又开始结巴说不出话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 他发现了在一旁的麦子 他是想问 你这么想去他们班是为了他 那儿了 麦子见林北新大大方方地承认之后 便直接离开了 他可不想当电灯炮 虽然听到了答案 但是张万森还是问出了那句最想问的话 林北新 你为什么要 往后啊 在林北新经过不断地学习和努力之后 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转到了张万森班上 然而 展宇却认为是张万森从自己身边抢走了林北新 他找到张万森想要和他比赛打篮球 他想要堂堂正正地赢一次 而张万森竟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的建议 林北新得知张万森要和展宇比赛之后 专门为张万森准备了球 张万森看着林北新那么认真地为自己准备这些东西 非常感动 轻声地向林北新说了声谢谢之后 便不好意思地离开了 林北新见他害羞的样子 不知为何内心里面竟然有那么一丝丝的高兴 第二天就在张万森和展宇要开始比赛的时候 林北新为张万森做的衣服却不知道被谁给弄脏了 没事啊 说到你能加油了 可是林北新却说不管怎样 自己都要重新给他再做一个出来 就在林北新四处翻找有没有合适的东西时 储物室的门却突然被人给锁了起来 外面张万森和展宇的比赛也看马上就要开始了 而林北新为了能够看到二人的比赛 竟然从储物室的窗子上面朝着张万森挥手 张万森见林北新如此地支持自己 内心非常的高兴 然而林北新却因为太过于激动 导致把凳子给踢到了 整个人挂在了窗户上 正在和展宇比赛的张万森见到这一幕后 竟然直接放弃了比赛朝着储物室冲去 他急急忙忙地打开了储物室的门 然后救下了被挂在窗户上的林北新 也正是因为这个小小的举动 让林北新想起了一件事情 他小时候遇到火灾时 也有这么一个小男孩救下了自己 可是自己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那个小男孩的样子 他只是依稀记得那个男孩因为自己 手臂被烫伤了 在林北新得知张万森是小时候 救他的那个男孩之后 二人的关系便越来越好 可是就在他们放学回家的时候 林北新看见了那个红头发的男子 他想起之前张万森遇害的时候 自己似乎都见过这个红头发的人 第二天林北新带着自己的疑问 找到了张万森 因为之前张万森和麦子关系还不错 他想从张万森口中得知 麦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样方便他分析 是不是麦子杀了张万森 看人讲义气 你比方善良 林北新觉得张万森太单纯了 会被麦子的一些表现所迷惑 所以导致林北新在上课的时候 都一直在想麦子的问题 他不希望因为自己的失误 让张万森再死一次 而回到家的张万森 一直在想林北新对他说的话 你为什么 总会觉得我会有意外 他不清楚林北新 为什么总觉得他会出现意外 然而另一边的林北新 却找上了麦子 他希望麦子能够远离张万森 这样张万森就不会出现危险 可是麦子却被林北新的 一连串问题给整懵了 他只是把张万森当作朋友而已 为什么林北新 却老是让自己离他远点 你拿什么跟他做朋友 林北新的这句话 彻底激怒的麦子 甚至让他有些胡言乱语 对 我就是想弄死张万森 然而在麦子走后 林北新看到了地上的 那个小兔子皮筋 他想起了之前母亲说的话 当时张万森死后 身边就有这个小兔子皮筋 现场从他身上 发现了一个粉色兔子的头绳 这个头绳 让林北新认定 就是麦子杀的张万森 当林北新发现 除了麦子以外 张万森竟然还有一个头绳 这让他想到了一个 非常不好的结果 如果头绳 真的是张万森呢 那他会不会是刺杀 他觉得有必要弄清楚 这件事情的真相 于是他来到了张万森家里 找他 却没想到开门的 竟然是张万森的父亲 这让他瞬间有点不好意思 也正是因为这顿饭 让他得知了 张万森可能要离开这里 原来张万森父亲这次回来 就是想带着张万森出国 想让他做无国界兽医 然而等张万森想要询问 林北新意见的时候 却没想到林北新 竟然不想让他去 你觉得 出国做无国界兽医 怎么样 不怎么样 林北新以为张万森 是被父母逼迫着出国的 所以果断地拒绝了 他本以为张万森会很高兴 却没想到张万森 竟然异常地沉默 到了晚上 张万森正在纠结 要不要签字出国时 他突然想起 小时候自己也这样问过林北新 那时候 林北新是唯一一个支持他 做无国界兽医的人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张万森一直都记得这个女孩 考虑这么久 是不是为了心心啊 嗯 不是 母亲见张万森这么害羞 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让他好好考虑清楚 第二天 张万森因为一夜没睡 导致自己在课堂上睡着了 林北新见他这么疲惫 以为是他父母逼他出国 导致他睡眠不好 于是当天晚上 林北新便找到了张万森的母亲 他不想让张万森这么难做 他要好好和张万森母亲 说一下这个事情 当无国界兽医 可是他从小的心愿 然后母亲便和林北新说了 张万森小时候的事情 也是这样才让林北新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小时候遇到的那个男孩 就是张万森 这条给你 我们一人一条 以后等你实现了梦想 一定不要忘记我 自从林北新从张万森母亲那边 得知了张万森小时候的事情后 他终于能够理解 那个钓鱼大叔所说的话了 原来自己所追求的一切 所想要的 自己都拥有过 只是未曾找到罢了 于是林北新便想着和张万森道歉 自己不应该那样和他说谎 可是在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张万森竟然没有来 这让想要道歉的林北新 有点慌了 他害怕自己还会解释清楚 张万森就离开了 于是他便急匆匆地离开了学校 他要去张万森家里找他 他想把事情和张万森解释清楚 可是不论他怎么呼喊里面都没有人回忆 林北新知道张万森可能已经离开了 不会再回来 就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 门却突然地打开了 然后林北新便带着张万森来到了动物园 他拿着他们之前拍过的照片 张万森看 他想要告诉张万森 自己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 自己一直保留着属于他们的回忆 张万森这一次很高兴 非常高兴 他似乎很久没有这么高兴过 他和林北新走遍了公园里的每一个角落 就像是一对情侣一样互相追逐打闹着 林北新也非常的高兴 他没走几步路就会回头看一下 他想看一下 自己的全世界是不是一直在自己的身后 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 离高考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 而张万森每次都会在高考之后死去 这让林北新再次担心起来 他害怕历史还会重演 他害怕他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东西 会再次消失不见 所以这一次他决定要主动出击 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动的等待事情发生 然后当天晚上 他便拉着张万森向他表白 他希望张万森可以留下来 这样他就可以无时无刻地陪着他 保护他 于是二人便这么约定好了 长大后为自己的梦想奋斗 成为彼此的依靠 可是就在高考前两天的时候 林北新却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 他梦见自己来到了灯塔 在灯塔上面呼唤寻找的张万森 那天依旧是下着大雨 整个天空阴沉沉地显得格外的伤感 这个梦让他整个人都开始恍惚起来 他不知道这些天自己做的那些能不能改变结局 他害怕到头来会一切成空 他已经拥有过的东西 不想再失去了 我们一定会等到高考结束的那一天 然后一起去北京 对吧 张万森看着他那担心的模样 笑了笑没有说话 但是眼神里却充满了肯定 高考开始前天气还是如往常一样的明媚 似乎一切都未曾改变 但是这一次张万森没有缺考 他来到了考场与林北新一起共赴高考 但是等他们考完的时候 天空还是下起了大雨 林北新担心不好的事情发生 考完之后便拉着张万森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张万森好奇地询问 林北新为什么要跑过来坐摩天轮 林北新给他的答案却是 下雨天坐摩天轮躲雨 浪漫 然而等到太阳出来的时候 林北新却发现张万森不知什么事不见 就在林北新手足无措的时候 张万森却突然出现了 他瞬间跑了过去 一把抱住了他 这一次他终于成功了 他成功地救下了张万森 林北新历经种种磨难之后 终于获张万森走到了一起 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 张万森摆脱了高考必死的结局 但是林北新还是担心 如果自己不在张万森身边了 会不会一切都变回一样 张万森看出了林北新眼中的担心 于是他打算找个机会和林北新表白 然后他便找来了麦子和高哥二人 他想让高哥帮自己把林北新骗出来 他害怕自己去约林北新出来的话会露线 于是便在三人的合力预谋之下 成功地把林北新约了出来 就在张万森想要带着林北新 去布置好的场地时 却没想到刚好看到了灯塔 被爆破是炸掉的 这一幕让林北新悬着的一颗星 终于放了下来 也正是因为灯塔的消失 让林北新心情大好 他决定主动让张万森表白 然后他便带着张万森 来到了他自己布置的场地 他想要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主动向张万森表白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 天空中飘下来无数粉红色的气球 但是就在林北新想要和张万森表白的时候 意外去发生了 二人还没来得及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麦子已经带着他们不停地逃跑着 在慌乱之中 张万森竟然带着林北新跑到了屋顶 林北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见张万森让他躲进柜子里面 随着张万森锁上了柜门 底下的那些小混混也追了上来 看着张万森被一群人不断地逼迫 柜子里的林北新拿出了手机想要报警 可就在他准备报警的时候 林北新 我喜欢你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虐心的电视剧了 只要男主或者女主说出那句 我喜欢你 那么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 他们都会天各一方 这一次在张万森说出那句话之后 林北新再次地穿越回了现实生活 林北新知道自己再次失败了 张万森再一次地离开了自己 他一个人坐在凳子上不停地哭泣着 脑海里不断地回忆起 张万森和他说过的话 他自己明明已经那么努力地去解救张万森了 可为什么还是会变成这样 林北新看着什么都没有的手机 陷入了痛苦之中 他回不去了 他再也不能去拯救张万森了 那个守护了他一辈子的男孩 在他生命中消失不见了 第二天林北新来到了灯塔前 突然他在灯塔上面看到了一个人 一个合张万森很像的人 然后他便像疯了一般地朝着灯塔跑去 可是他刚到灯塔门口的时候 却被管理人员拦在了外面 因为今天不是灯塔的开放日 游客不能入内 面对工作人员的阻拦 林北新内心顿时生出了一种无力感 他明明已经看到了 他明明可以救下他的 可为什么总有人和事物阻拦他呢 这一刻林北新哭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哭 但是他就是想哭 就是难过 晚上的时候 林北新一个人来到了张万森 经常帮他补课的那家书店 他想要学习动物医学 他想帮张万森完成他未完成的梦想 可是就在他寻找书籍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本奇怪的借书卡 他小心翼翼地拿了出来 上面清晰地写着张万森在昨天借了这本书 林北新急忙地跑下去 找图书馆里面 您认识这个叫张万森的人吗 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吗 因为客户资料信息是保密的 图书馆里员并不能把张万森的资料 淋 林北新为了得到老人的同意 便把自己或张万森的故事说给了他听 也是在这个时候 林北新才真正地发现 他自己已经离不开张万森了 哪怕只有一点点机会 自己也想要找到他 哪怕只是同名而已 林北新 你哥哥欠了债 我已经帮他还上了 你可以安全地参加高考 开心地和展宇一起去北京 而我 也该和你 和那个 不曾认识我的你 正式告别了 最后 我想说出那句 一直没敢说出口的话 林北新 我喜欢你 星河流转 你一直喜欢 直到最后 林北新才知道张万森真实的想法 他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路上 脑袋里面不停地回忆起 之前和张万森的点点滴滴 他本来早就应该知道张万森的想法的 可是他却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 认为每一次的穿越 都是因为张万森死掉了 直到最近的两次穿越 才让他真正明白原因 原来你的死 不是结束一切的原因 只要我们说出那句 我喜欢你 时空就会结束 我们就注定不会在一起 第二天 林北新正在看着张万森最后一次穿越时 给他发的那句 我喜欢你 他不知道该不该删除掉这条短信 然后再试一下能不能救下他 如果没能够救下张万森的话 那么他们之间所有的回忆就全部没有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遇见了之前和他同过周的同学 然后他便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故事 讲给了他听 他希望能够从别人那里的道建议 因为他经历过太多太多次的失败了 他害怕自己还会失败 他害怕失败之后 就再也没有张万森了 但是男生的一句话点写了他 让他明白了自己应该怎么做 那你觉得是你的喜欢重要 还是他的命重要 也许现在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了呢 与其那么难受 还不如赌一把 有什么好怕的 也正是因为这句话 让林北新决定放手一搏 哪怕最后变体瘾伤 但至少曾经拥有过 而这一次他穿越到了两年前 也就是说他还有两年的时间 可以和张万森在一起 在林北新进行最后一次穿越之后 他做了一个自私的决定 这一次他要故意地疏远张万森 让张万森不要再喜欢自己 因为只有这样 张万森才不会遇到危险 这样他们才不会真正的分别 但林北新不知道的是 张万森看过了他的笔记本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了 他之前穿越时的一切 和他现在想要做的所有事情 张万森看着林北新写的笔记 忍不住地哭了起来 他虽然没有精力穿越 但是他不想让林北新失望 让自己远离他 可能是现在张万森 能够为林北新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于是这两个相互喜欢的人 都怀着对方的心 开始慢慢地远离着对方 但是在张万森准备出国 做无国界兽医的时候 林北新在张万森的课桌里 发现了自己的书签 也正是因为这个书签 让林北新知道了所有的事情 也是这一刻他才明白 张万森为什么突然那么讨厌自己 然后林北新便飞快地 朝着机场跑去 他想要送张万森最后一程 而张万森也不停地朝着外面望去 他希望能见林北新最后一面 这一刻他看到了林北新 看到了那的他期待已久的人 他终于露出了他那许久不见的笑容 他真的很喜欢林北新 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 喜欢了很久很久 我喜欢你 最后的最后 张万森还是说出了那句 我喜欢你 他们也至此再也不能相见 你也很难受吧 到最后 还是要一个人 默默地守护着我 四楼 三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